我现在人已经回到了波米县 国庆节期间我是去了一次摩托 这期视频给大家聊一聊去摩托的一些事情 希望可以给没有去过摩托的朋友一些参考 摩托是全国最后一个通公路的县城 也为它增加了一份神秘的色彩 摩托县有蒙巴族、洛巴族、藏族 整个县城常住人口有一万多人 县城的基础建设还是非常不错的 目前去摩托只有一条公路 既无无久国道 也叫扎木公路 现在摩托实行的是双日进、单日出的政策 如果你选择从临支出发 是可以乘坐大巴车的 票价180多块钱 当然也可以从波米出发 乘坐四家车 大部分的四家车收费是200元 这摩托是要办理边防证的 办理临支地区的边防证即可 进入摩托县是需要买蒙票的 据说是旅游公司收取的 票价是210元 如果你选择自驾去摩托 建议开SUV和越野车 因为沿途有较深的涉水路段 摩托县的海拔是1100多 沿途还有海拔低于1000的地方 完全可以不用担心高反的问题 整个摩托县城的消费偏高 如果你选择住宿的话 必须要提前订好酒店和客栈 并且都是按人收费的 物价偏高还有一个原因 就是目前只有一条公路 用输成本较高 所以这个大家一定要了解 我认为在去摩托的路上 最艰难的一段路 应该是嘎龙拉隧道附近 那边你是可以看到雪山的 并且冬天的时候 隧道那边会有雪崩 引起的大雪 风路 我们在路上可以看到什么样的景色 请接着往下看 在去往摩托的路上 个人认为有一处景点是非常不错的 那就是嘎瓦隆景区 在过嘎龙拉隧道之前 就在公路旁边 而且免费 在扎墨公路52K的地方 你会看到一处瀑布 从天而降 叫清水蝶铺 买了门票 进入到县城之后 就会看到县城唯一的一个公园 莲花圣地公园 那边的夜景还是不错 雅鲁藏木江的大转弯 果果堂大转弯 就在距离莫托县城12公里的地方 在那里你可以欣赏到 马蹄形的大转弯 带给你不一样的自然风光 到莫托县城必去的一个景点 就是仁清奔寺 仁清奔寺是有上千年的历史 有一宗莲花圣佛 非常的珍贵 还可以选择徒步的方式 去仁清奔寺对面的那个山上 当地人是有转山的习俗 在转山的路上 你可以近距离欣赏到 原始的森林风光 还可以了解到 一些藏坛佛教的故事 这期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 我是老七 关注我 我会把我沿途的所见所问 分享给你 中文字幕提供的主要 Massress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